朋友们好,我是老宋 欢迎朋友们来看老宋,看那 记得我小时候啊,家里有电视的时候 必看的一个节目啊 就是晚上七点的新闻联播 而且要准时准点 到了七点钟 我的爷爷啊,爸爸啊 都是必须坐到电视机前看新闻联播 说实话,对他们来说 可以说是风雨无阻 雷打不动 不管有什么事,哪怕有人跟着聊天 七点来看新闻联播啊 这个事儿七点来看新闻联播了 尤其有时候我们看一些动画片 正看的七点了,波台看新闻联播 哎呀,给我气的呀 为什么新闻联播啊 是不是挺烦的,有时候啊 对我们小孩来说 但是对他们来说,必须要看 关键呢,不是我一个家庭这样 那这儿啊,你去听吧,你去问吧 各个家庭,只要家里有电视的 到了七点钟 95%都是一个声音 就是新闻联播 可是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啊 现在能够准时准点去看新闻联播的人 好像越来越少了 那么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新闻联播包括电视新闻的吸引 越来越差了呢 吸引不到观众了呢 原因在哪呢 咱们就来聊一聊好不好 第一个 过去人们啊,得到信息 新闻的渠道太窄了 要想了解一些新闻啊 想了解一些国内国外的大事啊 要想了解这些东西啊 一般只能通过两个渠道 什么渠道呢 一个是电视新闻媒体 再一个就是报纸 对吧 那么像这两个相比较来说呢 电视新闻可以更及时 更准确的让我们了解 而且新闻联播又是这里面 最准确最及时的 他们对一些国内国际的新闻啊 精确的报道 让人们可以了解 他可以知道很多东西 那么如果你不去看他 那么你就会了解很少了 你也了解不到了 那么现在呢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人们想了解新闻啊 消息啊各种事情的渠道 太多了哦 现在你就发现一个新闻啊 发生一个事件呢 你不用最多两分钟啊 你的手机就会 铺天盖地的消息全来了 而且啊 给你分析的头头是道 咱们回事来龙去脉 哎呀 你就看吧 各种各样的说法 你反正五分钟之内 你就把这个事件 了解的清清楚楚了 那么你在想 电视新闻相对来说 就有些自后性了 我都知道了 你七点半再说一遍 你这 这不就是落后了吗 我谁还看的 所以在这方面 不惜老百姓了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啊 我就像我老宋 虽然老宋从小到大 一直对新闻联播 不是感兴趣 不是很感兴趣 但是呢 有一个节目 我很感兴趣 有个电视台吧 我有一个台 我很感兴趣 什么呢 就是中央十三的新闻频道 我很感兴趣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频道啊 对一些新闻事件呢 它不是简单的一个报道 而是呢 会详细的解读这个事件 那这有一些主持人呢 专业人士啊 评论员呢 包括专家呀啊 他们会详细的解读这个事件 来龙去脉 怎么怎么回事啊 会对我们 对我们国家 对各种情况 造成一个什么影响 说实话 提升了我们不少知识 和提升了我们不少认知啊 所以那这我特别愿意看这个啊 可是呢 现在老宋不愿意看了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啊 各种各样的评论媒体呀 包括个人呢 太多了 有了各种 有了更多的独到的观点 和创新的啊 和各种啊 创新的剖析啊 那更把这个一个事件 剖析的更准确 更细致 而且各个观点都不一样 让人耳目一新 感觉比那个剖析的更少 而更好 而且呢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什么观点不同 认知也不同 想法也不同 但是你会发现 现在无论你是什么观点 你都从不都能从不同的媒体 或者不融合个人 不同的个人呢 找到共鸣啊 你是这个观点 哎呀和我观点一样 你是这个观点 哎呀我和这个观点一样 但是以前呢 只有一个观点 对吧 我不同意他的 你就没地点发现去 那么这个时候都能找到共鸣 每个人都去找和他共鸣的地方去看了 那么这个时候 中央看电视新闻的 必然就少了 你看看是不是这样 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呢 其实什么 其实那这大多数年轻人他也不愿意看啊 他是没办法 家里大人看 像我那这 你到那个点儿你不看 不看谁习帅 那你可看比学习强啊 跟他看吧 怎么办呢 你爷爷吧 你想说的算 我不看 你那个不好使啊 给我个大嘴巴的 对不对了 所以必须得看 但是你可知道 现在像我爷爷那边的 最爱看新闻联播那拨人 他们大多都去世了 对吧 我爸爸他那边可能还有人看 但是呢 年轻人 像我那个岁数 以前像我父亲像四多数 那必须看新闻联播 像我那个岁数 那就是差多了啊 也没有这个习惯啊 所以呢 现在偶尔人在外面还能看到一些岁数年龄大的 像我父亲那个岁数的 看新闻联播 但是年轻的几乎不看了 但是呢 现在年轻人呢 自己独立的想法越来越多了 娱乐设施也越来越多了 就像我刚才说的 了解新闻的渠道也越来越多了 就是现在老人 也开始逐渐 什么 放弃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也开始学会中智能手机了 看各种新闻了 他们了解新闻的渠道也多了 所以慢慢慢慢看电视新闻 包括联门 新闻联播的人 越来越少了 这是第三个原因 第四个原因是什么呢 新闻联播我们都知道 基本上展现了我们国家新兴向荣 高速发展的景象 我们老百姓都能安居乐业日的 是越过越甜 基本上是这样 大部分时间都是表达这个 还有部分时间呢 当然是表达了 有一些国家水深火热当中 哎呀 看着都替他们着急 是不是呢 怎么能帮他们一把呢 就那种心思 那么你想想我们老百姓 现在有两种 什么两种呢 一种就是正常的 我们活得安居乐业日的 过得越来越甜日 过得好幸福啊 对不对 说两个心话 我们每个人都过这样的生活 你再说一遍也没什么意义了 对我来说 我本来就是这样 你说一遍我也能说一遍 我说了和你一样的 你一说完我就知道 我们每天都过的这个日子 就没有人看了 你想想 比如说你讲个故事也好 我讲个事 我每天都干这个事 我每天都持有 你再给我讲持有 我就不太爱看了 是不是呢 我们每个人都过这样的幸福生活 所以你再讲一遍 不用看了 你看是不是呢 再有一部分人呢 一少部分人熬过的 可能达不到这个水准 可能还差一些 没有这么好 那么心里就会有点不满意 你看 你说说我们呢 对不对 我达不到你的水准 他们也不愿意看 你看看是不是这样 好了 这就是老宋感觉的 为什么会 现在看新闻联播的人 包括对电视媒体 那人越来越少了 你看看是对不对的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感谢朋友们看老宋 看大山 希望朋友们喜欢老宋 关注老宋 咱们下回见 拜拜